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来习近平加紧政治清洗 网传超过50多名的公安高官遭到撤职 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于5月2号的时候发文表示 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清除傅政华流毒的行动 把50多名局处级的领导赶出了公安队伍 而对被清理的人员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三步要求 也就是不能进机关 不能管人财务 不能提拔使用 将被清理人员永远组出体制 根据贴文被清理的人涵盖了公安组织多个阶层 包括党委书记 各分局政委跟副局长等多个职位 声势相当的浩大 而这些人都是官方所称的傅政华流毒 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被双开 中共中纪委罗列傅政华的罪名 凑辞相当的严厉 中纪委更直指傅政华参加三立军政治团伙 拉帮解派解党隐私 关于类似的案件 加拿大维多利亚政治学教授吴国光也做出分析 回顾过去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仅是几个月 被视为储君的孙政才出乎意料的 被以反腐败的名义给清洗了 现在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 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吴国光预期在今年夏天最迟七八月份以前 会发生习近平对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侵袭 一个就是他要借此来进一步危折党内的精英 使得各种各样有可能挑战他的力量不敢有所动作 甚至也不敢发出进一步的声音 但同时也可以借机清除他不喜欢的人 空出位子来提拔他所喜欢的人等等 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 不断地通过反腐败来进行党内高层的政治清洗 在清洗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拉拔自己的人马 不断地重组权力 到了二十大章一个权力重组的关键准备阶段 他这么做应该是不奇怪的 实际上今年以来 虽然对这么高层的清洗的案例还没有出现 但是稍低一点层次的清洗实际上是加快的 今年现在才三四个月 副部级官员的清洗已经有二十多个案例 这还是公开宣布的 再一个动向在这些清洗的背后 很多人是指向的更高层的官员 比方说王岐山的前秘书日前遭到清洗 森立军案还在进一步的发酵 把森案说成是政治团伙案 甚至比森立军职位高的人 也被指控为是森立军这个团伙的成员 这明显地意味着森立军背后的人 才会成为团伙的老大 这个指向已经相当的明确了 至于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把确定性的动作 给拿出来 这里面可能有战术上的考量 材料不充足等等 更多的可能是战略上的考虑 现在就把这个案子搬出来之后 半年之后可能微折的效应就减弱了 如果是七八月份把这个案子给拿出来 二十大的代表都已经全出来了 马上就要召开二十大 而二十大代表在这个阴影之下 战战兢兢的走进会场 那么这个效果就好得多 事实上影响二十大布局的因素很多 法广报导 上海这一次封城让中国最国际化的现代大城市 陷于水深火热 民不聊生的状态当中 未封城之前 上海当局一直公开表态不封城 强调有上海特色的精准防疫 直到封城前两天的3月26号 当局还肯定的表示上海不会封城 但是两天之后却突然无预警的封了 之后封城乱象层出不穷 社会上对清零的质疑 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然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却去了海南 他还在海南传话 要坚持清零不动摇 一句话似乎毒死的任何可能松动的缝隙 对此吴国光认为 习近平的意思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外界不少观察人士是把习近平强硬清零不松手 跟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给联系起来 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压堵 似乎习近平个人的声誉跟威望 都压在了他制定的清零政策上面 所以他执意要走到底 吴国光提到 在疫情开始的一两年时间当中 在中国特定环境下 实施严控的路子曾经有所成功 北京将此归功于中国特色制度的优越 领袖的英明 所以丝毫不能够改变 改变可能就意味着承认缺陷 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来影响到统治 他说看到习近平这两年市政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后果 经济的后果 外交政策上的后果等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临近二十大权力的再分配 内部权力斗争随之加剧 这也是可以想象的 实际上现在这样做 先不论上海民众每天在承受的生活压力 国家的经济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也许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说 人民的日常生活 哪怕你再不满 你也无力直接的挑战专制政权 但是如果精英内部有相当强烈的不满 那可能就更容易引发高层 至少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高层是不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所以在这种天平上 人民的生命 人民的安全 跟他们内部权力来分配相比 就变得无阻轻重 吴国光认为 在专制政治下 其政治逻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套东西 另外针对乌俄冲突 中国在当中扮演角色的部分 吴国光认为 习近平跟普京对整个国际形势 有各自的判断 对习近平来说 他的判断很可能就是习近平 多年讲的东升西降 他们觉得西方民主国家 现在是相对的衰落 也没有战斗力这个情况 可能要抓住这个机会 来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 而对普京来说 在经济科技远远落后 与西方的情况下 他要想在这个格局当中 重新加强他的地位 当然就是通过领土的扩张 军事的行动 普京认为 可以轻易地占领乌克兰 哪怕是采取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 把乌克兰变成他的附庸国 来扩大俄罗斯帝国的 地缘政治的影响 增加在整个世界权力布局当中 俄罗斯的分量 吴国光认为 这两个判断 一个从战略上 一个从战术上 显然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错误的情况下 北京恐怕不得不面对到现实 不一定全面地重估 他们对中俄关系的判断 也不一定要全面地重估 他们对东升西降的判断 但是至少在战术的层面上 他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 非常的确信 他们要做的事情 肯定能够做到 因为至少要换一套方法 他认为 如果这一次乌俄战争危机 能够给中国领导层一个教训 也就是知道 你现在对于世界格局的判断 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你跟俄国之间的结盟 对于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 如果是以牺牲 跟西方国家的联系为代价 那对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长期来讲 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 同时最近几年 在中国内部的舆论 采取战狼的一个姿态 以及对台湾的战争的叫嚣 这些实际上对中国今天 无论是国际地位 还是国内的政治运作 都没有什么利益 这些完全没有上线的 狂热民族主义 恰好是损害中国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够做出 这样的反省 那当然是一个机会之窗 但是现在看来 由于中共对于舆论的控制 由于中国的许多民众 长期以来受到 盲目的民族主义的教育 还有更多其他的 比如当局的政治操控 等等因素 是看不到这个希望的 事实上 无论是疫情的防控 还是乌恶冲突 都指向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共秋季召开的20大 按照邓小平时期制定的规则 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 总共只有两届 每届五年 20大应该是新一届领导人的接班 但是习近平修改了宪法 废除领导人任期界限的问题 现在的局面是只有续任 不存在着接班 既然是续任 便需要营造续任的气氛 让党内臣服飞袭不可 但是现在的局面显示 在习近平无所不能的 亲自指挥之下 清零出了问题 清二也出了问题 经济也失去了以往的繁荣景象 那么在习近平这种笼罩性的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受到明显的挫折的情况下 习近平是否还能顺利的 在20大自我接班呢 对此吴国光认为 习近平在20大的目标 相当的明确 就是要进入到第三任期 再进一步 就是在20大组织一个对他来说 满意的一个政治局常委会 跟政治局 现在尽管听到很多不满的声音 一般民众的不满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 很难起到作用 如果是相当多的体制内的高层官员 有这个不满的话 这样一种形式对于习近平来说 就相当具有挑战性 但是这种体制的特点 特别是习近平经过十年的高度集权过程当中 特别是掌控的刀靶子跟枪杆子等等 即使在党内存在着强烈的不满 要想要在党内通过一定的程序 来结束习近平对第三任期的训求 恐怕这个难度也是会非常的大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日前公布了最高法院的裁决草案 根据意见草案 美国最高法院正准备要推翻 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当中 保障全国合法堕胎权的裁定 这将导致宪法对堕胎权将近50年的保障 荡然无存 对此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3号证实 外写给媒体有关最高法院有意推翻 宪法堕胎权的意见草案是真的 但并非关于此事的最终决定 他指示这项泄漏行为是背叛 辜负最高法院的信任 并已经下令最高法院执法官来调查 罗伯兹在声明当中表示 相关的泄漏举动是对最高法院信任的辜负 意在破坏法院作业的完整性 但是是不会得逞的 最高法院的工作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新闻稿明白地表示意见草案例行会在内部传阅 这是机密审议过程的一部分 这项泄漏可被视为对围绕大法官间审议机密性 跟信任悠久传统的重大背离 Politico报道 外流的草稿著名是法院意见 代表文件的用意是反映至少五位大法官的观点 而美国最高法院由九位大法官所组成 去年12月辩论后不久 五位大法官已经投票推翻罗素维德案裁定 纽约时报推断情况若是如此 意见草稿外泄的目的可能就是锁定 五位大法官的保守派多数票 宾夕法尼亚大学司法行政教授罗斯福认为 Politico报道消息来源 可能试图要拉高五位大法官跑票的代价 他说比较可能是右派因应投票推翻罗素维德案 裁定五人之一实际或可能辩解 这一类出稿外流会使辩解者付出更高的胎价 因为人们现在会认为他们是在草稿外泄之后 沿见民意宣腾而跑票 纽约时报报道 无论泄密者的动机为何 都凸显出最高法院内部一团乱 微信大受打击 相关草案被泄露之后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美国总统拜登对此发出了猛烈的抨击 他称草案是激进的 他担心五十年后女性将没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最高法院决定推翻堕胎的宪法权利 这将为其他隐私权被推翻开创先例 包括使用避孕药跟同性恋婚姻的权利 这将成为美国法理学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诸以万计的示威者三号参与在纽约市举行的堕胎权利集会 美国最高法院外也聚集了支持跟反对堕胎的示威者 两边的示威者分别举着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 以及堕胎式暴力等标语牌 此外亚特兰大丹佛费城跟洛杉矶等地都有示威的活动 女性大游行组织号召支持者 带着家人跟标语到了全美各地法院跟联邦大楼 并以社群网站以关键字标签 禁令不要干预我们的身体来掀起网络讨论的声浪 美国之音报道 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法官推翻了联邦堕胎保护 美国至少一半的州可能会对堕胎进行严格的限制 并在某些情况下立即严格限制 因为一旦做出如此的判决 所谓触发法律就会自动的生效 如果他们生效 有13个州存在禁止几乎所有堕胎的触发法律 另外9个州存在着书面的法律 尽管被最高法院1973年历史性罗素韦德 堕胎权利案件的历史性裁决给废除 但是如果罗安被推翻的话就能够得到执行 有些州既有触发法律 也有过去书面反堕胎法律 以及韦德裁决后通过的反堕胎法律 生育权益研究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估计 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罗安 有26个州可能会极大的限制堕胎 支持堕胎的生育权利中心估计有25个州会这样做 根据了解文件外泄数个小时之后 俄克拉和马州共和党州长斯蒂特3号就签署了一项 类似德州的堕胎禁令 禁止在怀孕约六周之后堕胎 法案立即生效 有一些堕胎权利组织在公开反应时 选择强调这只是一份草案 可能不代表高院的最后裁决 生育权利中心总裁诺瑟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我们不知道政治网站报道的意见是否合法 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代表高院的多数意见 我们知道如果高院推翻的罗素韦德案 将会无理而且史无前例的剥夺 存在将近50年的保护权利 这将代表我们国家历史上妇女权利的 最为毁灭性的策败 其他人似乎更准备要假设草案反映案件 可能的结果 美国计划生育联盟总裁约翰逊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这份泄露的文件是恐怖而且没有先例的 它证实我们最坏的担忧 也就是高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 终止关于堕胎的宪法权利 高院推翻罗素韦德案 将有效地让联邦政府就堕胎议题保持沉默 让各州决定程序的合法性 各州的堕胎态度基本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支持共和党的州更可能会通过禁令 来支持民主党的州则是更可能会允许堕胎 看着中国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封城之后 出现了梦魇般的场景 可能即将重蹈覆彻的北京 以及屡屡封锁对中国经济对民生造成的严重威胁 对消费者跟企业的信心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一项对评论中共领袖习近平比较有节制的西方媒体 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法广综合了多篇来自德法媒体的评论文章 做出了报道 法国费家落报5月3号的社评 内容直指新冠在中国囚禁已不可逆转 习近平的胜利主义让位于正耳欲聋的沉默 对红色皇帝来说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中国清零战略的成功 就是共产制度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模式的证明 文章写道 Omicron变体将中国头号人物习近平 推到了他的全封闭式疯狂逻辑的尽头 在过去五个礼拜以来 上海的2600万居民陷入到了卡夫卡市的地狱 他们被饥饿笼罩 被强迫性的禁闭趋势 让人想起了中国是劳改的铁律 评论质疑 中国的战略确实拯救了生命 但是代价是严酷的监狱制度 而且没有前景是一条不归路 社评还质疑 习近平没有为上海也没有为其他46座 受到全部或者是部分封锁的城市说一句话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没有选择 给他的人民接种有效的疫苗 就这样总共有3.45亿的中国人被关了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 重新禁锢的阴影 现在笼罩着中共政权所在地北京 不过对于政府来说 街头出现的抗疫可能是危险的 因为对习近平来说 这是最糟糕的时机 因为他打算在11月的中共大会上面 开启终身的统治 内加露报另外一篇报导 以中国自投清零陷阱为题 报导指称 中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 处于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2022年的春天 在这个最初爆发新冠病毒的国度 却散发着一种奇异的怪味 当世界重新获得自由 并且扔掉口罩的同时 中国正在为其主要大城市来上紧螺丝 在上海跟深圳被封锁之后 位于该国中部的郑州跟首都北京等城市 正在被强加以新的枷锁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评论 习近平以意孤行推行清零政策 并表示这一切不禁让人回想起来黑暗的过去 中国不再重新开启因为防疫而关闭的国门 这种清零政策的代价极高 已经将国民经济逼向了大萧条的边缘 大白们拳脚相向将数十万上海民众 送往隔离中心的同时 北京最高层也显露出了真实的面目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公开的宣称 发展经济已经不再是首要的目标 在习近平看来 市场早就已经成为威胁经济跟社会发展的隐忧 如果不对资本进行管控的话 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苦难 而法国世界报则在题为 习近平落入自射的陷阱当中开门见山的写道 当你的三个最热心的支持者 在几个小时之内相继的告诉你 你正在一头撞向南墙 那么考虑他们的建议符合你的利益 即使你的名字是习近平 你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三位有影响力的商人刚刚敲响的警钟 一位是欧洲工业家 一位是美国经济学家 跟一位中国金融家 他们说中国的情况不妙 而这三位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 一位是欧洲的实业家德国人伍德克 也就是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 一位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是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总裁史蒂芬·罗奇 另外还有一位是中国金融家善伟健 他曾经是联想集团的董事 最近被任命为阿里巴巴的董事 这三位敲钟人的声音 习近平能够听得进去吗 伍德克似乎很怀疑 中国正在失去其世界 这一家供应来源国的地位 但是中国走不出习主席划定的轨道 领导人被困在自己的故事当中 这是非常的悲哀 文章最后以两个惊人的例子来作结 1959年当国防部长彭德怀 敢于告诉毛泽东 大跃进是一场灾难时 他被批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 而被迫辞职 今天当上海人因为饥饿 而敲打锅碗瓢盆的时候 他们被指责是被西方势力所操纵的 历史正在重演 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妙 纽约时报5月1号相关报道指出 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者跟商业领袖 停工停产 造成的伤害将越发难以弥补 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疾病 并不仅仅是新冠肺炎 中国大型旅游集团西城旅行网的 联合创始人梁建章 最近在给中国企业报的一篇文章当中写道 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 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 乔中人或者一如中国习惯上说的吹哨人 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吗 中国最知名的吹哨人是李文亮 他在2019年年底 在同学微信群发出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的警告 被压室报导指出是散布不实的信息 被公安机关叫去的训诫 2022年的敲钟人遭遇会更好吗 曾经对中国经济市井任职于交营国际的 中国知名经济分析师洪浩 在社交平台上的账号已经被注销 据称是因为洪浩曾经多次发表警惕资本外逃 封控防疫影响经济的言论 3月3号他曾经在推特上面 发布一则上海封控抗疫的视频 标题写着上海零活动零GDP 官方指出他已经离职 而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近期多名经济分析师的网络言论都遭到限制 除了洪浩之外 还有中国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 以及北京私营股权投资公司 封资本的基金经理五月封 习近平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法国世界报刊载的萨尔齐巴黎大学张伦教授的文章 将普京发动清乌战争的强权主义逻辑 跟习近平做了比较 文章写道 在普京陷入到自己构筑的清乌战争的陷阱的同时 他的盟友跟朋友习近平也按照同样的逻辑 正在陷入一场抗疫战争当中 两年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一直在不洗一切代价 运用新冠清零的方法 来应付疫情 作者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权力是神奇的 无所不能的 类似于军事型的组织 以及对于被感染者的极端严厉的隔离措施 旨在根除病毒病史社会健康和进化 尽管面对到病毒的变异 特别是Omicron变种 中国的一些流行病学将对这种做法抱持着保留的态度 但是清零政策仍然得到了坚持 因为在习近平眼中 他不再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 他已经成为了中国模式的象征 甚至是我们当今世界特有的东升西降的文明变迁的证明 这是他近年来所认定的看法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4号宣布 国务卿布林肯PCR检测阳性 他已经接种三剂疫苗 目前症状行为 接下来几天会居家隔离 改成远距离工作 而布林肯原先预定在5号 就美国对华政策来发表重大的谈话 确定将会延后举行 根据新闻稿指出布林肯3号及4号上午快筛阴性 但是因为下午出现症状 才会接受PCR的筛检 布林肯连续多天未与总统拜登见面 因此拜登并不符合CDC密集接触者的定义 不过布林肯原先预定在5号上午在华府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 针对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来发表重大的谈话 但是国务院今天在媒体简报会当中表示 活动确定会延期 但是会在近期择日举行 华尔街日报报导 根据一位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 外交政策专家指出 这次的演讲阐述的策略 跟美国白宫过去一年的表述 可能没有不同 也就是要跟盟友来合作 与中国对抗跟竞争 同时建立护栏 防止竞争变成彻底的敌对 未来一个月 美国政府将与亚洲盟国开展多方面的接触 包括下个礼拜 在华盛顿跟东南亚领导人举行峰会 本月晚些时候 拜登将会出访韩国跟日本 以及5月24号举行美国 澳洲 印度跟日本领导人的四方安全对话 直此之际 美国政府认为必须要澄清对华政策 并且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 最近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正在慢慢的澄清当中 其中一个关键组成的部分 是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 跟安全领导地位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 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政治体制 而是要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 为此拜登政府官员 已经试图让印度 越南 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等国加入到 泥伊的印太经济框架当中 该框架旨在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经济往来 不过到目前为止 该计划进展缓慢 部分的原因是 印太地区的伙伴对于损害自己 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抱持着谨慎的态度 一些国家尤其担心 如果将台湾纳入到框架当中 可能会对北京方面构成太大的挑衅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管格莱伊表示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经济跟安全是密不可分的 台湾已经表达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意愿 但是美国一些经济官员最近表示 该框架应该不会纳入台湾 根据与白宫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透露 建立经济框架的困难表明 华盛顿在取得对华政策认同方面挑战重重 而另一方面在贸易跟经济问题上 究竟应该对中国采取多强硬的立场 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对立的意见 其中一派是国家安全跟国防官员 主张进一步的加强对美国在华投资的严格审查 并且大幅的收紧出口管制 尤其是涉及到技术的出口管制 另外一派是一些经济官员 担心此类的措施恐怕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与此同时 在是否应该要削减中国进口商品关税 来降低消费成本跟拉低通膨的问题上 拜登团队也存在着分歧 一些与政府交换过意见的行业游说者现在预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很快将会宣布 一项新的对华贸易政策 在降低某些中国商品关税的同时 开展一项新的调查 该调查将会根据贸易法第301条 来调查中国利用工业补贴 支持战略性行业的做法 中国黑客持续侵犯各国机密的资讯 发广报导网络安全研究人员4号表示 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从美国 欧洲跟亚洲的30多家制造业跟科技公司 窃取敏感的资讯 这项发现让外界窥探 中国涉嫌到利用黑客来窃密 壮大经济的手法 中央社原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报导 根据波士顿的资安业者赛博瑞森指出 这些黑客锁定的目标是在制药跟航派业 应用广泛材料的制造蓝图 这家公司是在去年发现这一类活动 但是表示这一种黑客攻击的行动 至少可以回溯到2019年 而且暗示由这方面的大量资讯遭到窃取 塞博瑞森研究主管达罕表示 这显然是最高等级的工业间谍 以及窃取知识产权的行径 近来乌克兰战争时的各界全新 关注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 但其实中国的数位见点也相当的活跃 美国CBS News报道 相关的攻击是由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 APT-41所主导的 迄今已有涵盖制造 能源跟制药业的约30家跨国公司 窃取价值估计达到数万亿元美元的知识产权 塞博瑞森的执行长迪夫表示 这当中包括了战斗机 直升机跟导弹的蓝图 在制药业方面 中国黑客则是窃取关于糖尿病 肥胖跟忧郁症等药物的知识产权 而且至今尚未被阻止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副局长阿巴特 日前对美国医院协会演讲时表示 中国有庞大而复杂的网络窃盗计划 所进行的网络入侵攻击 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消息原以美国官员跟网络情报分析家指出 中国为了成为制造强国 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 相关类型制造业 就是中国黑客锁定窃取资讯的目标 美国司法部2021年5月 曾经起诉4名跟APT41有关的华人 原因是他们参与在全球的入侵行动 目标是窃取知识产权 跟敏感的商业情报 联邦调查局曾经在报告当中估计 美国经济每年因为仿冒产品 盗版软体跟商业机密失窃 而蒙受的损失高达了 2250亿到6000亿美元 塞伯瑞森研究人员表示 很难估计中国黑客 这项行动造成的经济冲击究竟有多大 因为情况相当的复杂 不过迪夫指出 估计金额是数万亿美元 真正的影响可能要到5到10年之后 才会知道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你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